- 封面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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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我這則留言當做開頭嗎? 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你的頻道流量那麼低嗎? 影片明明很優質,我覺得因素很多 我平常拍攝影片是以極短片為主 那這種影片很難跟其他人產生聯繫感 比方說像是其他人做什麼 交通啦或者是歷史那類的專題影片 或者是做直播做vlog的影片 那那種能跟觀眾互動 能吸引觀眾 讓觀眾願意留下來的影片 那個主題 不是我的取向 所以絕大多數的人都是 看我的影片 然後笑一下 然後就跑去看其他人的影片了 不過這次喜歡訂閱的對我來說 可以算是一個突破點 在這裡跟大家宣布一下 我準備要開啟頻道會員功能了 預計的會員限定內容會有遊戲 音樂或者是雜談之類的直播 還有每個月一次的免費Q版人物會圖委託 或者是能提早看到每周六的影片 能看到會員限定的影片之類的特權 之後等我研究我夠明確之後 會再有更多其他福利的 所以有興趣的觀眾 不妨就現在加入我的會員吧 那我會非常感謝你們的支持的 所以你是假嗎? 我是假It 你不是假的話那你是什麼? 我是假It 頻道角色靈感來源 在座有看我畫短篇漫畫的人 應該都知道是個黃色頭髮的傢伙 他的名字叫面甲 他第一次現身是在我畫了一篇講端泡麵的漫畫裡面出現的 因為跟泡麵相關所以就叫做面甲了 在原始設定裡面他的頭髮是泡麵 然後他是個餵娘 然後他身上穿的衣服是我以前讀的高中的女生制服 所以在座如果有人想要Cost面甲的話 只要能夠猜出我以前是讀哪一所高中的 就可以去Cost出最符合原始設定的面甲 順帶一提我讀第一種 喜歡扶他嗎?不排斥但為娘更棒 平常都婆誰?高中時很迷沒有世界會會 但現在比較沒有特別喜歡哪一個角色 你有看著阿福靠過嗎?有毫無猶豫 你會覺得自己的粉絲數量上升的快或慢嗎? 我覺得很不固定但最近的上升速度的確是快了很多 有見於我平常拍的那些短片 不是那種有辦法吸引其他人留下來的影片 所以其實我蠻擔心就是這些人只是 隨便訂閱然後就放置再也不看我的影片 所以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我會比較希望我的粉絲數量是能夠穩定上升 而不是忽快忽慢這樣 你覺得你下一個訂閱目標是多少? 光是一萬訂閱就花了我三年了 下一個目標就訂兩萬吧 所以三年之後兩萬訂閱回饋 我們再來聊這個 目前YT營利的月收入圍合 一個月大概幾百塊 可以教我怎麼在睡覺的時候看到自己的夢魘嗎? 散開眼睛 假Eat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 我高中朋友用我的本名幫我取了假報Eat這個的鞋印綽號 那之後就沿用下去了 我可以把面甲畫進我自己的漫畫嗎? 當然可以阿 你想要畫漫畫或是想要畫他的色圖 我都全然支持 只是一定要記得畫出他的腦 可以穿女裝扮粉絲見面會嗎?不要 會出給飛機用的杯子嗎? 這是一般人可以隨便開發的商品嗎? 不知道但聽起來蠻有趣的 我不會說我沒有在考慮 你是如何想影片劇情的? 通常是觀察網路阿 看最近有什麼比較有趣的東西 然後再去聯想出其他的劇情 或者是去拿平常日常生活中會出現的一些小題材 做成劇本再做拍攝 能不助我學測順利嗎?不要 學測加油 可以唱Never gonna give you up嗎? I'm gonna give you up I'm gonna let you down I'm gonna run around and desert you 你只會聽到這一次之後不會了 最喜歡的VPN是什麼? 能贊助我的VPN就是好VPN 動畫是用什麼軟體做的? CSP定格然後一張一張畫 我沒有學過什麼動畫製作的軟體 所以你看到所有我現在畫過的動畫 都是一張一張畫出來的 所以他們篇幅通常都特別短 可能不會超過10秒鐘 因為畫越多就越累 所以如果你現在看到有超過10秒鐘的動畫 可能通常都是我去委託UW不是火鍋店幫我畫的 就像是之前的2022 Rewind的那一部的開頭 也是他負責畫的 所以還有其他人去問說我之後 會不會去做更長篇的動畫 我覺得答案應該是不會 除非我找到了什麼可以加快我畫動畫方法 為什麼你畫的那麼可愛?我不知道 本性吧 會畫色圖嗎?我畫過但很少畫 雖然不是問題但我有一個建議 可以考慮把影片拍長一點 太短YT可能不會宣傳 因為只有我一個人在演整部影片 所以為了要去增加那個效果 我通常會去濃縮整個劇情 這有點算是先天上的限制 如果之後我能找到其他方法加長劇情的話 那我會盡量去加長的 三色豆 其實我沒有到特別討厭三色豆 畢竟它是蔬菜 多少還是有點營養 會有人因為這樣的推定嗎?別啦 你支持LGTV Plus嗎? 當然啦你看人家的成像品質多棒 哪部影片是我最自豪的 哪部是最想刪掉的 一萬訂閱以後會出新歌嗎? 最自豪的影片應該是前年12月 我出的一個講公投的宣傳片 因為那部大概是我目前認知裡面 我寫過最好的劇本 然後它拍攝出來的成效也是最好的 就連現在 我要去跟其他人推銷我自己頻道的時候 我都會拿這部影片當作是範例 那我最不滿或是想刪掉的影片 基本上都已經刪掉了 不過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我在大學以前做的那些影片 基本上都是隨便拍名副其實的廢片 如果真的要選我會刪掉那些影片 至於一萬訂閱的歌曲我還在努力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 然後接下來就是大家問最多的問題 什麼時候女裝? 什麼時候女裝? 什麼時候會女裝? 什麼時候女裝? 會女裝嗎? 什麼時候女裝? 可以女裝嗎? 我要把這些問題全部歸類在垃圾訊息裡面 然後繼續看其他的問題 本業做什麼? 做多久了? 第一次女裝是什麼時候? 我是學生大學二年級 現在應該有一年半了 那我第一次女裝是我小學的時候 不小心買錯外套 買到女版的羽絨外套 愛我嗎? 愛! No homo 賈伊特跟泡麵的關係 我喜歡吃泡麵 雖然有些時候是為錢縮負 所以必須得吃泡麵的事 你最喜歡的遊戲是什麼? minecraft all night 跟osu 可以把這個問題當作結尾嗎? 不行 參庫二選一 承認中立是桃園的一部分 或是錯再連任四年 看來你成功把我變成1450了 恭喜你 該如何有效降低台灣應道路設計不良等問題 而造成車禍的機率? 不要出門 蘿莉或正太? 法律不允許我回答這個問題 但我喜歡馬路庫 跳過這個問題 剪輯影片、繪圖、錄音軟體和麥克風的牌子 Premiere Pro、CSP跟Audition 然後我麥克風的牌子是恩傑NZXT的Capsule Steam的遊戲有啥? 呃太多了 但主要玩的也就那幾個 Hallonight Near GTA 死亡擱淺 還有女裝神社 是什麼原因讓你想要認真經營YouTube 我現在算有在認真經營YouTube嗎? 我很喜歡拍片 但大船是一個很吃社交能力的行業 那為了能夠避免太多社交 所以我就經營頻道 這樣我就可以避免社交 同時又能拍片和經營社群了 墨鏡真的是本體嗎?對 拆不下來 你這麼帥氣又有才華 在現實生活中會不會不謙虛 沒接觸現實生活過所以我不知道 什麼時候破10萬粉會有1萬粉割回嗎? 你不要問我啊 趕快把我影片推出去 叫其他人看我影片 這樣我才能趕快有10萬訂閱啊 然後1萬訂閱的曲子已經在做了 所以不要急啊 2023有什麼想做的事情嗎? 拍更多影片 感謝各位這幾年的支持 就我終於突破1萬訂閱了 這是一個連我自己都難以置信的事情 這條路走很長 而且如果跟其他YouTuber相比的話 我其實算是沒有很認真在經營我的頻道的 所以我要特別感謝你們 就是現在還在看這部影片的人 呃你們是支持我有辦法繼續拍攝影片的動力 那在這之後我還是會繼續去拍更多的影片來給你們看的 那希望各位在接下來的幾年也可以繼續支持我走下去 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那謝謝各位的觀看 記得加入會員